好莱坞电影《终结者》当中 机器人具有修复能力的场景即将成真 中兴大学材料工程学系副教授赖英智团队 最近就研发出新的电子皮肤 具有深拉性、透明性和自修复的功能 而且不用电池能量供应 未来在机器人一支皮肤 还有智慧电子人机界面的领域上 有相当大的应用潜力 电影《魔鬼终结者》中 不少人对机器人自我修复的桥段印象深刻 如今这个场景可能成真 最近中兴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研究团队 研发出新的电子皮肤 不仅具有拉伸性和透明性 还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就是让它在电极还有封装层都可以修复 那在封装层的部分是利用金属配位件 那在电极的部分是利用轻件的方法 来做一个修复的功能这样子 研究团队指出人造电子皮肤是机器人和人机界面的发展重点 目前的发展瓶颈在于耗电无法持久 以及外在撞击后感测器破裂影响寿命等问题 因此团队以好莱坞电影终结着机器人自我修复为发想 研发出新的电子皮肤来解决耗电和自我修复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利用大自然的静电来产生感测的功能 那可以大量的节省感测器的耗电的问题 那第二个突破点是我们可以让封装层跟导电的材料 同时都可以有自己修复的功能 而且这个自己修复的功能可以在室温下面达成 研究团队表示这款新的电子皮肤可以拉升超过自身长度的1000倍 而且适应不同形态的表面整合 本身像电漫的皮肤一样可以产生电 发电量大约20伏 并且在室温下就可以进行修复 2分钟内可以恢复原本的元件功能 而8小时内则可以恢复原本的型貌 对未来在机器人抑制皮肤和电子人机界面的领域上 将会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记得理讲的钟 猜不到